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两个母体平均数差的假设检定 那么在这一个部分,我们介绍的是独立小样本 首先我们要讨论的这个独立小样本的问题 都是在常态母体的前提之下讨论的 所谓独立的小样本,就是说两个母体 小样本就是所有的这个数字N1跟N2都低于30 那么我们介绍一个最简单的状况 假设说母体变异数就是Sigma1的平方跟Sigma2的平方 假设它已知 那么既然是已知又是常态的母体 当然我们的统计量就要采用的是Z 用Z来做 那么这个是最简单的 这就是我们跟大样本的做法是一样的 那么其中这两个 这两个相减 加上Sigma 这是我们的混合后的标准差 是等于第一个N1分之Sigma1的平方 加上N2分之Sigma2的平方 这个我们前面有证明过 这是变异数可以把它相减 可以拉开来变相加的问题 来我们再看看这个就是我们有兴趣的问题了 假设说母体变异数不知道 那么确认也不相等 那么怎么做呢 如果说它确认不相等 那么它的麻烦是在于哪里 第一个母体变异数 不知道我们就用S来取代 如果S来取代的话 这个标准差用S取代 那么我们就要利用T分配 这个T值来去做一个修正 那么这个T值我们要查表 问题是 这两个混合在一起 它自由度是多少呢 我们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公式 是这样的 混合在标准差 我们就直接跟前面的做法完全一样 把S取代Sigma 那么这两个不一样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移动它 但是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值 可是它的自由度会有所改变 那么自由度的公式 各位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自由度的公式 它其实是有一个对称的一个观念 那么这是第一个部分 这是第二个部分 有一点加权的味道在 那么我们等一下就会练习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来介绍第三种状况 第三种状况也是小样本 它母体的变异数一样不知道 但是确认相等 确认相等状况稍微简单一点点 就是说既然是确认相等 我们可以用S来取代Sigma的时候 一样要用T来去做修正 可是这个值各位同学看 刚刚我们是利用什么 相减的变成变异数的平方 两个核 然后开平方根 问题来了 这两个是不是相等 S1跟S2的话 假设它已经相等 基本上我们认为它是一个S 那这个叫做SP P我们指的是Pool 就是混合后的 也就是我们加权的算法 那怎么办呢 这是怎么样去计算呢 SP的算法就是利用的是 第一个母体 我们的自由度是几个呢 是N1减1 第二个自由度是N2减1 那么总共有多少呢 总共是N1加N2减2 合在一起 所以第一个部分 就是一个加权的概念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混合后的标准差 那么我们介绍完了 解题的方法之后 那么我们再来继续往下 看一下这个自由度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个 母体平均数差的 假设减定问题 现在来看 这个题目是说 有一个前面一个母体 是没有训练的 后面的一个母体 是有训练的 那前面的平均分数是74 后面平均分数是84 那么标准差 一列出来了 它的样本数也列出来了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 它是大样本还是小样本呢 这是小样本 因为它没有超过30 小样本 第二个 它有没有告诉我们 母体的变异数呢 它没有告诉我们 所以母体变异数是不知道的 现在母体变异数不知道 我们会分成了两种状况 如果它是相等 我们要用加权的方式 如果是不相等 我们不用加权 但是我们的自由度 要麻烦一点 好 那么到底 母体变异数相不相等呢 我们也不能猜 我们就用减定的方式去做 首先我们步骤是 用减定的方式 最没有争议 是否相等 好 那看看 我们先建立虚无假设 H0 虚无假设 我们先假设 Sigma1的平方 跟Sigma2的平方 是相等的 那么对立假设 就是不相等 当我们看到了对立假设 我们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双维简定 要比较这两个母体 两个母体的比较 我们要用什么分配呢 我们要用F分配 F值 那其实基本上 它的原始的写法是 应该是 S1的平方 除以Sigma1的平方 这个地方也有 下面分母也是 Sigma2的平方 那是因为这两个 在符合H0的前提之下 我们先对销了 那所以我们写成这样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样本数是几个 12个 那自由度是几 要减1 所以变11 第二个自由度呢 12减1 就11 来我们把F表 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寻找 我们的临界值 就是我们这个 会是否相等 不相等的一个 判断的一个标准 11 11的位置 我们找到了 这是多少 3 3.47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图 画出来给各位同学看 这个自由度 11的位置是 F值是3.47 来 我们把这个图 亮出来看 这个点 位置叫做3.47 那么这个点呢 那么同学要知道 因为这两个自由度 相等 这个地方本来是应该要 再查一个表 我再查一个表 就是自由度对调分之一 可是因为这个两个自由度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对调还是一样 那就直接分之一吧 3.47分之一 那这个算出来是0.288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了 假设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F值是落在中间 那么我们就接受这两个是相同的 来我们看看F值是多少 S1的平方 S1平方 上面是7的平方 就是49 下面是16 除一下3.06 3.06落在哪里 有没有超过3.47 有没有在黄的部分呢 没有 它仍然是落在我们的这个白色的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够说 确定不一样呢 看不出来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肯定 是否相等 是 我们应该是要接受 这是相等的 所以既然是相等 那么我们就用相等的做法来做 那么准备下一步的检定工作 利用T检定 现在我们来准备用T检定 首先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如果说是相等的时候 那么就要算它的加权的一个综合的标准差 那么我们把它列出来 这个Splot是什么呢 总共 这个是开根号 看起来很麻烦 其实都还好了 上面那个是11 因为是12减1 这个呢 这个是49 这个也是11 这个是16 16 N1加N2减2 一共是22个 自由度是22 我们把它数字都带进去 带进去之后 我们计算一下 那个值是多少 根号32.5 那么大概是5点多 好 那现在我们兼介绍的是下一个部分了 已经做好准备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虚无假设先建立 假设这第一个虚无假设说 这两个是没差的 第二个就是 应该说 后面的比前面的要 有训练的要强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采用单位好了 单位 那么现在下一步 我们就要把这个统计量列出来 这是我们要用T分配来做 X1 bar减掉X2 bar 这是多少 74减掉84 所以它差10分 后面是基本的 我们先假设它相等 所以后面这是0 这个呢 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混合的标准差 不是这个数字哦 还要再乘上根号 N1分之1 加上N2分之1 来我们把数字带进去 上面74减84 减0 这是后面这是0 这个地方要写什么 根号32.5 再乘上根号 N1分之1 那就是11分之1 还有一个11分之1 这两个都是平方根 这两个的平方根 所以我们先计算了以后 乘一下 一起开 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多少呢 -4.297 这个到底差异大不大 当然要知道 就要先查表 才会比较明确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知道这个自由度是几 现在以自由度而言 这是22 这是12加12 减掉2 12 好 我们把这个T表叫出来看 自由度在22的位置 我们这个地方是 α 我们用0.05 没有讲 我们就用0.05 0.05 那这个地方单位 我就直接亮出来看一下 1.717 1.717 那各位同学要知道 这个地方是负的部分 所以差异的话就在这边 如果说在白的部分 我们都说 结论不显著 可是这个地方是负的几 负的4.297 是落在左边很远了 已经落在红线的位置了 所以我们应该说 拒绝H0 也就是说 结论显著 那么 也就是说什么 有训练跟没训练 是不是有差异呢 有 有差异 确实有训练 真的好很多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是 两个母体的 这个小样本 平均数差的假设检定 我们大概 我们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介绍的是 假设是常态分配 如果不是常态分配的话 我们都用五母数的统计 会比较好 如果是常态分配 那么我们就要看 Sigma1跟Sigma2 是不是已知 基本上来说这很少了 已知的话 大概来说的话 都是不知道的 那么如果已知 那么我们就确定了 Z 如果说不知道 我们就分成了两部分 那两部分 我们先用F来检定 如果说相等 我们就用加权的方式去做 就是刚刚我们做的方法 如果说是不相等 我们就不加权 但是我们的自由度 会有所改变 我们先用F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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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用F来